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见无虚发》时事评论节目 昨天晚上的第一集非常感恩,也谢谢大家 在这么短的不到24小时的宣传时间内 昨天晚上的直播获得了超过10万名的朋友能够到网上来观看 同时也获得了4000个like,2000个留言 再也获得3900个朋友分享出去 所以这显示了我们大家人多力量大 希望大家继续,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按like and share 让我们把最新的句式和资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亲戚们 那么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见无虚发》这一个新的时事评论节目 我们将会有始至终凭着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 跟大家分析国内最新的这个句式来判断我们未来的路,路在何方 也同时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在疫情当下的时候 给予大家更多的这个满满的正能量 让我们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疫情克服难关 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 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就在转角处 那么今天也要进入这个正题呢 今天早上在全国各大报章都已昨晚 首相当时的慕尤丁在电视直播宣布的所谓FMCO400亿令吉的这个旧式配套作为头条新闻 所以今天早上就有很多朋友呢 包括媒体记者来打电话要求我发表一点看法 那么呢,所以今天特地整理了一些资料 来给大家分享,分析一下这400亿的旧式配套 那么所谓的第一,我必须要点出的就是 虽然报章的这个头条新闻都打出了 慕尤丁推出国盟政府400亿的旧式配套 但是如果大家有细心的去分析 其实这一个配套呢,水分很重 所以第一,是货不对半 虽然政府宣布呢,400亿的旧式配套 但是事实上,政府真正拿出来的拨款 英文叫做Fiscal Injection或者是Fiscal Expenses 只有区区的50亿 跟所谓的400亿是民不服食或不对半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政府之前呢 已经宣布了连连七个的财政援助配套 首相呢,之前也本身也躺成 由于我们政府已经花了6000亿的巨款 造成国家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但是我们如果细心的去分析 首相之前所宣布的七个配套 其实七个配套总值加起来 包括税务豁免等等 只有3400亿 跟首相本身所说的6000亿 相差了高达2600亿 所以我说水分很重 民不服食 首相呢,必须向人民交代 那剩余的2600亿 到底去了哪里 从哪里来 又钱往哪里去 这都是一个民主政府 必须给人民所做出的这个交代 那么第三,首相也说 国盟政府今年推出的经济刺激配套 已经超出1000亿的这个马币 同时这一笔款项事实上 也完全没有超出去年年尾 国会所通过的财政预算案 那么我在国会亲眼目睹 整个财政预算案 总值是3225亿 政府说已经推出超过 从那一笔钱里面 拿了超过1000亿来作为 刺激经济的这一个配套 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不服事实 同时具有严重的误导性的这种说法 因为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我国的这一个财政预算案 就以国盟政府去年 所通过的这个财政预算案 事实上呢 走高达81% 是属于管理开销 马来文叫做 也就是平常的营运开销 包括出薪水津贴给公务员 所以政府把这一笔日常管理的开销 打它当成了刺激经济的配套 这种是一种违背常识 具有严重误导性的说法 我希望首相慕尤丁能够更正这个错误 那么我们如果细心来分析 昨天晚上宣布的这一个 经济刺激配套 其实还是令人感到相当的这个失望 所谓非常时期 应该用非常手段 目前我们当然也知道 政府举债肚子 但是所谓呢 打蛇打气寸 治标要治本 不能够只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我们如果跟大家分析看 整个所谓市至400亿的 这一个经济配套 我今天看网民其中一个 一个的网上的面子书的这个留言 就说政府说花了6000亿 我都没有分到一分钱 现在给400亿 我更加不用想了 其实这是很多人的心声 那么第一 如果你有注意到 我们呢 在这一个中厂阶级M40 又再一次的 非常遗憾的 被这个400亿的 就是配套排除在外 政府把所有的资源 用在援助于B40 但是却忘记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个人所得税 政府的税收 绝大部分都是由M40和T20的 这一个民众所缴付 国家的财政呢 才能够支撑到今天 国家的发展才有资金 但是在配 发配这一个财政援助的时候呢 很令人遗憾的就是 整个援助配套M40 再次的被排除在外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疫情 受到最严重影响和打击的行业 就是什么行业 就是呢 这一个零售业 这一个油业 酒店业 航空业 可是在这一次的财政援助配套 这一些被 真正被打击非常严重的行业 除了导游啊 旅游巴士 获得一次过500块的 这一个援助以外 政府只宣布了给电费 折扣三个月 事实上 18%的电费折扣呢 对于整个严重受打击 目前已经是奄奄一袭 可以用了掉点地来形容的 这一个行业 实际上就是杯水车薪 完全无个案骚扬 没有办法呢 来帮助业者度过这个难关 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呢 我们也发现到呢 虽然政府给了这一个 整个Bantuan Prihatin Rakyat 也就是呢 总共要给 花出了27亿 要给840万人 但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就是 这一笔的款项呢 在7月受到的 领受这一个援助的人数 是840万人 可是到了9月呢 获得的人数只有区区 360万人 7月跟9月 两个BPR 人数相差了480万人 是不是说 7月到9月之间 这480万户的人家 就已经摆脱贫穷 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这一点 希望呢 这个首相 丹世卫雅宁 能够给予更清楚的 这个解释 那么第五点呢 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中小企业 面对最大的问题 就是现金流周转不灵 没有cash flow 因为没有output 当然 而且就是面对三金的困扰 什么叫三金 就是税金 新金 租金 可是 我们看到昨天宣布的这个配套 对于非土著三家 就没有获得真正的这个援助 我们打个比方 首相慕雅宁宣布 所有向人民信托局 也就是MARA 注册的土著三家 可以获得30%的租金折扣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MARA非土著三家 并没有被涵盖在MARA的 这个援助范围之内 换一句话说 所有的非土著三家 是不是就不能获得 30%的这个租金回扣 这一点就让我们想起 好像香港的一国两制 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 政府施政不应该再分土著和非土著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应该有这种同舟共济 人腻己腻的这种精神 这一点 我觉得政府必须要纠正 如果要给三家30%的租金回扣 就应该一视同仁 所有有需要帮助的中小企业 都应该获得应有的援助 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这整个配套里面 也不是说完全一无是处 它有一些是大家可圈可点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政府决定延续 薪金补贴一个月 总共拨出了这一个15亿 这一点对于业者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15亿要帮助呢 事业的人口80万的事业大军 以及100万家的这个中小企业 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在这一方面给予加码 这是一点 所以我们如果再分析这个 400亿的救世配套呢 还有另外一点也引起我的注意就是 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内阁 终于突然间缓然大悟 首相宣布内阁部长呢 这个不领薪三个月 然后把这三个月的薪水 全部捐给这个抗疫基金 其实呢这个是杯水车薪 对于整个国家抗疫 是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你部长其实应该做的 我建议就是 我们这个史上最庞大的 70个人的内阁 面对这个疫情 其实超过一般的部长 都处于长期冬眠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要减薪水 是应该直接炒鱿鱼 只留下一半 70个剩下35个就够了 那么一些烂鱼充塑 没有必要的所谓部长级的 中的特使 尤其是伊斯兰党的主席 担任部长级中东特使的 哈迪阿旺 这种根本没有需要的职位 这种是属于 四位素餐的这种职位呢 应该早早就废除掉 可以一劳勇于帮人民省钱 所以呢 其实不是要减薪 是要继续的 把这个多余的 把它割除掉 一般让整个内阁 瘦身 70个变成35个 其实已经是绰绰有余 当然 也有些网民留言说 这样呢 你们的行动党议员 有没有这个减薪 其实 跟大家分享 我从去年开始 已经 差不多是毫不间断了 时不时就把一元薪水捐出来 那么目前呢 已经捐出来的薪水 购买了 4万个的饭盒 至少让4万个人 不至于这个挨饿 上个星期呢 也再次的捐献了 这个口罩 总共捐出了 50万的这个口罩 购买了4万个的饭盒 还有两千个的 这个希望袋 希望能够 盼演雪中 送炭的这个绝省 虽然个人力量微薄 但是还是尽力而为 当然也有很多 酸民和枪手说 这个捐出的 这个数量太少啊 等等 我不怕大家的 欢迎大家的 这个批评和指教 当然如果 有人觉得说 捐4万个饭盒 50万口罩 太少的话 我在这边也建议你 捐100万个口罩 或者是8万个饭盒 你觉得如果 比小弟的多 我是无限的欢喜 因为可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民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 捐多捐少 最重要是 真诚以待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大家就 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而不是只是 一味的去批评捐钱 或者是帮助他人的人 可是自己却一毛不拔 这样呢 其实我相信 不是应该有的 这个典范 所以呢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 毕竟 可能都看到这个 见无虚发的节目 获得许多这个的留言 第一场开讲 就有2000多个留言 4000个人分享 这是一个好事 证明的大家都很 正重视 这个 见无虚发的 这个第一期 下来我们相信 会有更多 知道的这个节目的 我将在这个期限里面 尤其是6月1号到14号 在此呢 向大家宣布 我将在每个晚上9点 1号到14号 天天开讲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希望大家继续 like and share 谢谢大家的合作和帮忙 第二 在公共卫生方面呢 政府也在这个配套 播出了10亿元 来增加这个重症病房 ICU的病传 以及这个 加聘医护人员等等 当然这个是 应该的正面的发展 只是我们不了解的是 为什么时至今日 在国家医疗体系 濒临崩溃之际 政府才想到 要加码来援助 其实整个疫情到目前 抗疫已经多达 450多天 在这个漫长的 400多天内 政府应该早就有了 一个好的政府 应该早就有了 这个规划 也做出了 这个相应的 这个 供应 确保呢 站在最前线的 这个医疗人员 不要在拯救 人民的同时 还要去面对 经济的这个负担 还要再向外去筹募 这个氧气 积压等等 其实这一点呢 政府应该 作为 所有前线人员的 后盾和大后防 因为孙子 就曾经说过 大军卫行 粮草先行 尤其是在 抢救人民的当口 我们政府呢 尤其是卫生部 应该要先知先觉 未与筹谋 做好规划 大家因为 不要忘记 目前呢 这个整个疫情方面的情况 已经到了 这个十万火急的情况 因为马来西亚的疫情 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 每百万人 马来西亚有254人确诊 这个确诊率 已经高过 这个人间炼狱 印度的确诊率 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所以呢 通过这个 建无许法 这个节目呢 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专家们 在给予世界各国政府的劝告 都提出了五大要点的 这一个翻程式 它的这一个formula 主要的五大要点呢 就是第一 疫苗接种 抗疫苗接种 第二 政府政策 第三 封城锁国 第四 人民自律 第五 医疗体系 五大要点 确益不可 五大要点 环环相扣 所以呢 当然 如果要抗疫成功 这五大要点 必须要呢 大家给予最大的 这个合作和自律 所以第一个 抗疫接种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 全国总动员 能够呢 发起民间的力量 和政府力量结合 才有望在年底之前 达到全民免疫 那么第二 政府的政策 不能够再有 Rodhichanai Darbe Pusing 因为我们有 太多的这个部长 整个政策 时常带我们 去绕花园 其实昨天 5月31号 我们的这个社区中心 电话就响不停 我觉得当时啊 昨天可以用那种 兵荒马乱的情况 所有的各行各业 听到政府说 要申请 这个批准信 每一个行业 有不同的部门 搞到呢 好像马来西亚 进入战国时代 每个人忧心如焚 我看啊 那时候最畅销的就是 红毛丹精神病院的 疯人药 因为大家都几乎 记得如 这窝上的 这一个蚂蚁 每个人都在 在追着 要怎样上 各个不同政府 部门的网站 来申请 能够进行 合法的这个营业 但是索性 到了傍晚6点 政府又来一次的 忧灯 但是这个忧灯 还是比较好的 忧灯过后呢 就规定 所有的行业 只需要向 MITI 冒公布 申请 用那个CIMS 3.0的这个 网上官网的 这个system 那么其实 如果原本 只需要通过一个部门 为什么要去通过 17个部门 这种呢 就是 脱库放屁 多此一举 除了在民间 引起民怨沸腾之外 对于呢 整个业者的操作 其实是毫无帮助的 希望政府能够 吸取教训 不要再给民间添乱 在这种当口的时候 尽量减少防蚌脸 尽量以最短的时间 去帮助最多的人 所以看回我们刚才说的 整个经济配套 其实我们的谈的就是 能不能够要到并除 我们相信 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但是如果说 因为有了这个就是配套 我们的经济就会复苏 要到并除 其实那个就基本上 是不会达到这个目标 还是最后 还是要确保说 整个疫情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克服 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 说的那个五大要点之一 那么今天 是全国锁国的第一天 我希望大家 在面对着未来14天的 这一个锁国政策 除了乖乖的待在家 我们也不要浪费 这个宝贵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上用这个时间 用以自律的生活 让生活过得充实 自在 那么呢 当然我们也向大家 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并不是世界末子 只要我们大家互相的守望相助 做好一本份的话 乖乖待在家 不给医护人员添乱 压平曲线 还是指日可待 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也不应该重复过去的错误 包括我之前 昨天晚上提到的就是 一旦政府宣布要封国锁城 我们的很多anti-unker 就盼演着拼命伤栏的角色 到超级市场 到处的这个血拼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可能抢到一包的车子 但是呢 可能赔上了一条人命 一包车子和一条人命 两者之间 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相信不用我点出 你也知道 所以没有必要去抢够 那么第二 我们也应该 真的是要叛演自律的精神 不要像政府一宣布 封锁这个索国政策的时候 大家又争先恐后的回乡 我看到这一个车龙 真的让小生都感到啪啪 因为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不自律 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橄榄群 刚刚过去的开灾节 就是最好的教训 开灾节过去 根据这个卫生总监 Dansley Nohisham 所做出的这个报告 单单开灾节就引发了 超过26个新的 哈利拉亚Cluster 同时呢 从这个26个 哈利拉亚Cluster里面呢 有多达1019个人受感染 这还是冰山一角 所以如果大家还是抱着这种 小心的心态 不怕 我告诉大家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再而三地向大家重复 新冠肺炎不是艾滋病 不是Ebola病毒 不是SARS 这么简单 新冠肺炎是属于 传染性强 潜负期 长 致死率高 这三大特点的这个疾病 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说 别人重不会轮到我们 这个是太过小心的这个心态 而今天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 见无虚发这个节目 因为到了今天早上看到报纸最新的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登记接种疫苗的人数只有49.8% 还是少过一半 换一句话说 你即使这全部人去打疫苗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全民抗疫的这个目标 因此我希望再次与众心肠 苦口婆心 用心良苦的 希望所有在看节目的朋友们 能够确保和鼓励身边的亲朋企友 尽快用MySechatra去注册登记打疫苗 如果我们大家不合作 其实在这个危机的关口 我从三个月前已经 再三的向政府禁言 应该要向意大利或者是印尼看齐 修改紧急状态条例 立法强制全民接种 唯有全民接种 我们才有办法摆脱疫情 脱离苦海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一拖再拖 最终真正的受害者 就是我们本身自己 当然我也要在这边呼吁 除了大家要尽全力去注册打疫苗 更加要鼓励身边的朋友 当拿到这一个登记 拿到这个打针 接种的自息的时候 不要放飞机 马来西亚人其实公民意识 有待真的有待提升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 到昨天为止 有超过五万三千人 已经拿到了这个 打疫苗的接种自息 很多人要抢疫苗 没有 拿到的却放飞机 到了时间 人影中全无 当然如果有非常紧急的事情 没有办法出息 那叫情有可原 但是有很多人拿到的自息 没有出息 你不但这样的做法 是害人害己 损人不利己 这一点我们希望 我们作为负责任 奉公守法的公民 能够体谅前线人员的牺牲和心酸 当他们在前线 在援助人命的时候 做出了这个重大的牺牲 我们至少要配合 不能够帮忙 也千万不要添乱 所以我们如果分析回 今天的这个财政政策 始终我觉得说他还是没有办法克服整个疫情 我们从过去年到现在 政府已经推出了所谓的七个财政援助配套 这七个援助配套花了国家非常多的钱 但是在与此同时 整个财政经济配套绝对不是消灭疫情的关键 而我们刚才看即使政府呢 这一个大开水库派钱给人民 但是整个400亿的配套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钱 第一我们看到 就是说政府让 所有B40的可以获得三个月的账还贷款 但是不要忘记 有借有还 债借不难 银行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最多给你账还三个月 三个月后开始重新供期 你依然要连本带利 一分不少的还给银行 这只是把现在的痛苦呢 移后到三个月以后 所以呢 这个其实并不是政府 政府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花半分钱 只是然后再确保说 我们可以暂时推加强我们的现金流 然后确保不会面对断垂之苦 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提出的一些税务优待 其实对于面对抗疫方面 也帮助不大 那么第一包括 当然想买车的朋友肯定有兴趣 就是呢 这个销售税呢 豁免期从6月30号延长到12月31号 那么购物者配套的这个印花税 也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 这一些当然对相关的行业 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如果人民愿意消费呢 钱有那个multipline effect 它会 钱呢 越滚越大 也能够帮助到相关的行业 也不会陷入行动期 当然最后还是要由你人民自己来还这笔钱 其他的包括政府又推出四五亿 让人民去接 所谓的这个就是配套 让三家去接利息是3.5% 可是目前为止呢 很多人面对的不是要不要跟银行贷款 是没有办法营业 生意 生意都没有得做 可能都要关门大吉 还谈什么贷款 增加贷款 接了钱回来没有生意做 也不能做生意 这一点呢 其实帮助真的不大 所以纵观整个400亿的所谓的400亿 就是配套 第一它是货不对半 因为政府事实上只拿了50亿出来 其他的都是在于贷款 占缓贷款 税务豁免等等 直接的这个拨款只有50亿 所以说起来 你要在这样的危急的时刻 其实真的帮不到太多的人 而在这一点方面呢 就是配套 有几样呢 其实做得不够的 就是第一 整个没有提出事业救济金 我们之前已经向政府禁言 目前最水深火热的是 已经失去了工作的朋友 这才是必须援助的 我们政府知道有80万人失业 我们相识已经向政府禁言 失业的大军 应该即刻每一个人 至少补贴1000块生活费 同时呢 尽量的再培训 让他们能够找到新工作 因为有一句话说 你给人鱼 授人与鱼 不如叫人钓鱼 如果我们只是500 300 1000的去分配 其实政府没有多少钱 可以这样继续的挥霍下去 到最后三穷水晶的时候 最后辛苦的又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今天的这一个经济 就是经济配套方面 我觉得整个总计来说 就是援助不够 速度太慢 然后呢 也没有正式的对症下药 等下无论如何呢 还是告诉大家 到最后呢 还是要等到疫情过后 因为我们如果单靠政府的援助 肯定的远远不注意 让马来西亚的经济 重新出发 能够从衰退走向这个复苏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如果我们再拿新加坡来比较 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宣布 从这个新加坡的卫生部长 王一康刚刚宣布 从6月1号开始 私人界可以购买疫苗 这个是我们在三个月前 已经向科医部长凯里和首相慕尤丁 提出的建议 不要垄断 不要搞中间人文化 人命关天的时候 不要发灾难财 不要抽水 应该把人命当成最重要的一关 新加坡政府今天就用行动 证明了马来西亚政府的错误 新加坡政府就宣布 所有私人界 今天开始可以自行购买疫苗 只包括中国的 这个Synoplank 国药集团的疫苗 只要这个疫苗是获得 世界卫生组织WHO 认可安全可以使用的 政府都应该开放 让业界可以自由购买 因为只有更多人参与 推动加速疫苗接种 我国才能够尽早的摆脱疫情 这个是基生蛋诞生基的原理 是一样的 如果政府还是自着于 要让中间人去垄断 而不愿意开放 我们要再早今年底摆脱疫情 的确 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 所以在国难当前的时候 慕尤丁政府不能够只是 让人民去生活在水深活着当中 是时候呢 在非常的私袭 就要用非常的手段 这才是正确的这个做法 我面对这一场的疫情 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 我知道大家关在家里的感受 14天 今天才第一天 的确是很难受 因为的确 自由 的这一个价值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 向往的 但是面对这个疫情 必要的牺牲 还是要做 让我们呢 外观的待在家里面 在14天过后 希望能够破窘而出 重新引向光芒万丈的 这一个人生 那么对于年轻人 即使面对疫情 我跟大家分享 网络的一些几句话就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 青春就是疯狂的跌倒 然后华丽的站起 年轻人输得起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明天会更好 对于中年人来说 逆风的方向 更适合飞翔 不怕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只要我们不放弃 不灰心 希望总在转角处 这个是对中年人 送给中年人的 正能量的 小文 短文 对于老年人来说 成年人的世界 都是切后一身 最好的成长 莫过于苦难的洗礼 当你承受更多 承担欲众 相信你一定也能够在命运面前 举重诺轻 走得更远 所以无论你是年轻人 中年人和老年人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继续保持着 积极乐观的态度 绝不放弃的精神 坚持到底的决心 黑暗的尽头 就是曙光 疫情总会有终结的一天 这是我们从历史所看到的 过去西班牙流感 在爆发的时候 的确也带走了 七千五百万人命 但是它总有过去的一天 过去爆发的黑死病 也带走了数以千计 数以万计的 这个宝贵的人命 它但是最终 也会成为过去 Ebola病毒 SARS病毒 它都会成为过去 但是最关键的是 你必须先要活下去 当你可以安全地 活下去的时候 只有当疫情过去的时候 这个人生才能够重新开始 拼发出生命的火花 展现出生命的坚毅力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 锁国期间 确保大家能够用 自律的精神 把照顾好身体的健康 能够在这一个 等到疫情过去的时候 我们在整装带发 重新引向新的人生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记 like and share 能够把这一个 当然我们今天 其实这一段 是属于好外版 讲完之后 不要忘记 今天晚上九点 有见无虚发 第二集的 这个网上直播 我们主题是 港问路向何方 我们将会在这个节目里面 向政府提出 十二项建议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 克服疫情 共同展现 朝野同兴 全民抗疫的 这个精神 所以不要忘记 今天晚上九点 网上等你收看 谢谢各位 祝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 加油 加油 就算心 吃 继续 入 乐 美 振 冱